在鼻翼的這一個部分 就產生了一點點卡粉跟斑駁的情形 在影片開始之前 先幫我到影片的下方按個訂閱 哈囉大家好 我是Ivan 今天我要來比較一下 兩款開架非常熱門的持久型粉底液 一款是Maybelline的無敵特務超持久粉底液 一款則是L'Oreal的 24小時無瑕完美粉底液 然後他們的價格 我這邊先講一下 分別是巴黎萊雅的這一款 L'Oreal的是499 然後Maybelline的是420 所以其實價位差不多 今天我要把他們兩個各上半邊臉 然後看一下他們在我臉上的妝感 持久度、保濕度到底怎麼樣 當然身為一個龜毛的理科人 我不可能就直接上在臉上 讓你們看看他的妝感而已 這一次我要用顯微鏡來看一看 他們的各個特質 以及在我臉上的遮瑕度 首先我們先從L'Oreal的開始 我先把它擠一點出來 然後把它放到我們的載波片上面 我們用顯微鏡看一看 它在載波片上面 它的均勻度以及它的粉質的大小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粉質其實蠻細的 在推開的時候算是很均勻的 以這個價位來說 其實它的粉質算是真的蠻好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Maybelline的這一款 同樣的我們先把它擠出來 放在我們的載波片上面 一樣推開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從顯微鏡下面看得到 它的粉質相較於剛剛L'Oreal的那一款 就沒有這麼的細 稍微比較結塊一點點點點 不過你千萬不要以為Maybelline 這樣子的粉質就已經算是不好了 沒有,它其實在開架的裡面 它的粉質已經算非常的好了 我現在這裡秀出一張 所謂在顯微鏡下面 粉質不好的圖長什麼樣子 好,我現在就把這兩款 親自的上在我的臉上 實際給你們看一看,各半邊 好,我們現在呢先看一下 在素顏狀態之下 我皮膚毛孔的狀態 然後我們等會可以對比 前後對比一下 我調一下焦距 這個呢是我 喔,胡渣 然後 這個是我皮膚毛孔的狀態 哎呀,毛孔好大喔 我也覺得毛孔好大喔 大家都說你要開美期才可以見人 就是顯微鏡好嗎? 顯微鏡下血毛孔不大 你們來拍,你們來拍 氣死我了 那在上兩個粉底之前呢 因為它們是屬於比較持久型的粉底 所以相對的 它們就是會比較乾一點 妝前保濕一定要做好 OK,左半邊呢 我們先上Maybelline的這一款 這一款我用的色號是 112最白的 我自己在上的時候 我覺得 刷具上起來的妝感 比 用海綿來的漂亮 我這邊講一下 因為我自己的皮膚是屬於冷色調的 所以我在挑粉底的時候 我會挑帶粉色調的粉底 而不是帶黃色調的 那大家就依據自己的膚色的基調去選擇 而且啊,我這個地方有一顆痘疤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它的遮瑕度大概有個七成左右 它還是算是有一點妝感的 它不是那一種真的輕薄到讓你覺得 尾素顏的那一種等級 以遮毛孔跟遮瑕疵的能力來講 我覺得算還蠻不錯的了 你現在好像那個 意境 不是 是什麼 就那個 我剛忘了測寒水亮了 所以我現在決定補測 還好我的 我右半邊還沒有 還沒有擦東西 所以 就先當作素顏的基準好了 好 在什麼都還沒擦的時候 我的 是35左右 那我們另外右半邊來上 L'Oreal的這一款 一樣用刷子來上 它的香味好重喔 是L'Oreal他們家就是一罐的那個香氣 我覺得這一款 相對的就 比較薄透一點點 對 它的粉感比較沒那麼重 不過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粉質的實驗裡面 的確是 L'Oreal這款的粉質又再更細一點 所以它的粉感稍微 比較沒那麼重 遮瑕度就再低一點點 但是 我試試看層疊 我覺得它層疊起來 也不會有那種很明顯 非常厚粉的感覺 好 我現在兩邊都上完了 但是我實在沒有辦法頂著 沒有眉毛的狀態跟大家講話 所以我決定先把眉毛補起來 等我一下 現在兩邊都上完之後 這邊上的是MAYBELLINE的 這邊上的是L'Oreal的 我自己現在感覺起來 我覺得 右邊 L'Oreal的這一塊比較保實 那這邊 也不會乾啦 因為畢竟我是有性皮膚 所以對我來講 它們兩款的乾燥程度 都 不會讓我不舒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測測看 上完妝之後 它們的保水度 大概是多少 右邊L'Oreal的保水度是37 然後左邊的 MAYBELLINE的 保水度也是37 好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看 這兩款在顯微鏡下面 它的遮瑕度 以及毛孔修飾度如何 我們首先先看 MAYBELLINE的這一款 可以看得到 它連我的 胡渣都遮掉了 好強喔 然後我的毛孔 也修飾的蠻不錯的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看 L'Oreal的這邊的狀況 好 我的胡渣還有一點點 所以它的遮瑕度 其實也蠻不錯的 因為它大部分也遮掉了 欸 我這畫面好像 好像在講鬼故事喔 哈哈 哈哈 OK 毛孔的遮蓋度 也蠻不錯的 所以在初步上完妝之後 還沒上蜜粉之前 可以看得出來 MAYBELLINE的這一款 遮瑕度很好 然後毛孔修飾度也不錯 那L'Oreal的這一款 毛孔的修飾度也不錯 遮瑕度 沒有到很好 但是已經算蠻不錯的了 接下來呢 我在不上蜜粉的狀況之下 看我這個油性肌膚 能夠頂它頂多久 究竟這兩款 號稱持久的粉底 有沒有辦法在這種 艷陽天下面 抵擋我種田流下來的汗水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走 現在這裡面 氣溫大概是33度左右 真的超熱的 很難拔嗎 對啊 可是有些是看起來很健康 它可以連著這個根 有些是一直拔就斷了 現在有流汗嗎 你看它整個暴海 有滴下來哪一種嗎 還沒吧 我覺得我的胸前跟背下 有那種有在東西在爬的感覺 喔小小的瀑布 對 送完啦 等一下 再牽一片黑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時間差不多是 5點 零六分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5點零六分 好 然後我現在滿身都是汗 我看一下我的妝 喔 鼻 這邊有一點點卡粉了 沒辦法 因為這個真的太誇張了 但是 唉唷 唉唷 但是鼻頭跟 鼻上的妝導師 看起來還是還蠻完整的 所以我不補妝 我們回去繼續看下去 唉唷 快被我鼻飛死了 好 就先這樣囉 掰掰 門鎖壞掉了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回家拍影片 我等會 就大家鎖姐開了 我再去拍一下我現在的結果 好 再見囉 掰掰 唉唷 回來了 剛剛開鎖竟然開了兩個小時 也太扯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家的門鎖太強 根本打不開 然後師傅就用那個榔頭在那邊敲敲敲 超尷尬 整層樓都是我家敲鐵門的聲音 好 給你們看一下現在的時間 是晚上11點了 所以呢 整個時間也過了差不多 9個小時 那中間還歷經了一個爆汗的重田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妝的部分 目前妝看起來 是呈現一個還不錯的奶油肌的狀態 我覺得 可是啊 鼻翼的這個地方 你看鼻翼的這邊 都已經脫妝了 不管 唉唷 Maebole的脫的 兩個都脫的 鼻翼都脫的蠻嚴重的 所以除了鼻翼以外 妝都還算完整 而且光澤度也還不錯 除了鼻翼以外 都完整 接下來呢 我們用顯微鏡再次看一看 毛孔的修飾度 以及遮瑕度 還在不在 可以看得到 胡渣已經跑出來了 鼻翼脫妝脫的超明顯的 可是啊 旁邊的毛孔修飾還是很好欸 那我們現在看另外一邊 L'Oreal的 L'Oreal的遮瑕 也稍微淡掉了一點 毛孔還是一樣 修飾度也還是OK 那其實從早上2點上完妝之後 一直到現在11點了 我完全都沒有補過妝 也沒有拿任何的衛生紙啊 或者是吸油面紙吸過我的臉 可以看得出來有泛一點油光 但是整體的妝感還是維持的蠻好的 那我現在用海綿壓壓看 看有沒有辦法讓它的妝感回復 好 用海綿壓完之後 整體的妝感基本上那個精緻度又回復了 我還蠻滿意的 不過啊 兩邊有一個些微的差異 在相機前面 在相機前面可能拍不出來 因為兩邊看起來都還蠻不錯的 我現在用顯微鏡給你們看 它些微的差異差在哪 好 我們先看L'Oreal這邊的 因為我覺得L'Oreal的這一塊 鼻翼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這一塊補完之後 還蠻平整的 可是啊 Maybelline這邊 在鼻翼的這一個部分 就產生了一點點 卡粉跟斑駁的情形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是 今天實測下來 它們兩個讓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度 當然還有一開始 它們的粉質也有一些些微的 新細度的差異 但是整體在使用的一整天下來 它們的持妝度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那精緻度呢 妝感的精緻度也不錯 可是在補完妝之後 像我剛剛用海綿壓過了之後 就可以發現L'Oreal的這一邊 它的細緻度還是在的 可是Maybelline的這一個 就有一點點小小的斑駁了 那我們現在來測一下含水量 看一下過了一天 它的保濕度如何 還不錯 還是維持在37 那另一邊呢 38 所以其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們的保濕度 真的兩款都還不錯耶 依照它們這一種 所謂的持妝型的粉底液 照理說都是偏乾的比較多 好 針對保濕的部分 我要來更新一下最新的狀況 因為我那天是種田嘛 所以我流汗流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的保濕度當然是很好的 我現在又測試了幾天 是在冷氣房裡面 我一樣是右邊插上L'Oreal的 左邊插上Maybelline的 結果呢就有非常大的差異了 在一整天公司待下來之後呢 我們再測一下我們的保水度 先測一下Maybelline這邊的 大概是24 然後測一下L'Oreal這邊的 大概是35 所以如果你也是待在一些比較乾燥的環境的話 那麼這兩款的保濕度 對你而言可能就有差異了 最後呢我就要來為這兩款評分一下了 在成分上面呢 因為好的跟壞的成分 其實我在之前的影片中都已經提過了 我直接按照我之前的觀念對他們做評分 在成分上面呢 L'Oreal的我會給到3分 然後Maybelline的呢也是3分 而持妝度的表現上面呢 我覺得 在剛上去的時候妝感都不會差非常的多 但是在補妝之後 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 Maybelline的有一點點小小的卡粉 所以呢 L'Oreal的我會給到4分 Maybelline的我給3分 而遮瑕度呢 Maybelline的遮瑕度比較高是4分 L'Oreal的我給3分 毛孔收濕度則是兩款我覺得都非常的不錯 所以兩款我都給到4分 控油度因為Maybelline的稍微比較乾一點 整天下來它的出油的幅度也比較少 所以它是4分 而L'Oreal的則是3分 保濕度的話呢 在比較濕熱的環境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但是在比較乾燥的環境的話 L'Oreal我會給到4分 甚至是有一點點想給到5分 而Maybelline呢則是給2分 在妝感上面呢 L'Oreal比較輕薄大概是3分 而Maybelline的呢稍微比較有妝感一點則是4分 詳細的比較呢 可以看到這張表格上面所列的 希望你們能夠透過這張表格 挑到適合你們肌膚的粉底 以上呢就是用顯微鏡 比較了這兩款粉底液 當然還有我臉上的妝感給你們參考一下 這邊唯一要提的就是 如果你的皮膚是比我還要白的的人 那麼Maybelline的這款 因為我已經拿到最白的了 可是擦在我的臉上 差不多剛剛好 而L'Oreal的這一款呢 它還有一個更白一號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是皮膚比我白的人的話 可能只有L'Oreal這款可以選擇了 好 希望以上的資訊呢 有幫助到你們選購這兩款 熱門的開架產品 如果還有其他的疑問呢 就留言留言在下面讓我知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是Ivan 掰掰 如果還想要我們實測什麼其他產品的話 都歡迎留言給我們喔 也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感謝你們 掰掰 追蹤 讚、分享